共青朋友大家好 我是辛辛迷范 收看今天一个南岛新闻 南岛官第一位由民间主发行 条件的当教机构就要来行件 南岛官王是一会 一百零九年出币护士当教机构 当教机构 取五载器中意基盘当头的电力 南岛官党、科学华、台湘民意代表丁丁 都特别高党、参与 南岛官王是一会、会党 向行达基策 机构四转老的建物未来将会等候补30名 市地、市领价 第一场,我们祝开工顺利 南岛官王是一会 付识的当教机构 条件当党 基盘当头的电力 南岛官党有科学华表示 感谢国家的党委、林水协助 和王是一会、付识的当教机构 终于可以当党头 官府也向中央进出到200万块 将来完成未来需要的设备 过程非常的艰辛 因为从土地的整体的变更 包括很多的相关的设备 还有现在慢慢的随着几年来的成本的增加 那可以说是真的是要目击到很多的经费 那我们也承诺 未来呢 县政府不只在行政上面的 这个流程上面 会给予最大的一个协助 那同时呢 未来呢 我们也会在资源上面 除了是先前帮他们 从中央升取的200万 我们也会继续的保留 等到这个宏会这边开始进行 可以进驻之后呢 我们预算的部分也能够去支持他们 在东南亚所有的国家慢慢在发展中 那未来我们的外籍看护 可能一味难求的情况下 我们的年轻子弟他要在认真的工作 势必我们必须把他的长者能够照顾好 因应高兴华社会带来的当教书球 并配合中央当教一点空 社区是可不尽蓄 南岛官老师一会 对了的保留完有的 既给予部以外 又将会买去当教技国 扩充一甘照顾博物 南岛官议员又好表示 在岛官老师一会 李甘苏的造种下 丢到总金5千万先来当土 不仅价够1500万 也请国家多多协助 那目前都还需要1500万的一个经费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一起来帮忙 然后我们一起配合着红石智慧 也配合着南东先政府 未来让地方的长照 对于我们长辈的照顾 能够更为健全更为完整 那未来友好也期望进入立法院 还有本职的过去也有起早过 长照服务法 长照保险法 对于长照相关政策与制度的一个了解 未来来去中央争取更多的经费 来我们地方来协助大家 未来推广我们的社会福利政策 非常多的长辈还需要我们来照顾 那很感谢红石智慧 新建这样的日照的大楼 日照大楼新建好之后 我们的长辈在白天的时候 都可以来到这边一起同乐 那一起来上课共餐 这个制造中心赶快把它来完成 那当然我自己本身 我可以感受很深 因为我自己的爸爸妈妈都 有多年纪了 那像这样子的 的确我们男投的年轻人是需要的 南岛官老师一会标识 丹台专库 整体开发了后 将政策专行为综合当教机构 好当教室求价 就近在石塞社区中接受候务 记者 杨茜茜茜 长报道